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于API 6的原生网关实践 今天的分享主要会讲下面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个是网关显行 第二个是API 6在安心证券的落地实践 以及我们对API 6做了一些功能扩展 第三个是我们下一步计划做的事情 第一个网关显行 首先我向大家介绍一下 安心证券的整个纪录平台的引擎路线 那安心证券的技术平台引进 整体上有几个关键的节点 第一个是2019年安心证券技术平台史成立 那同时我们确立了技术平台的整个技术方向 一个是渊胜 这一年我们建设了包括图画平台 容器云平台 FelOps平台在内的三大平台 那在三个平台建设完成以后 我们在2020年开始进行这些系统的一个推广 和运营的工作 在2020年原生体系的推广覆盖了公司 全部的制研系统及部分的外购系统 那在推广工作出去成效以后 在2021年公司就开始推进全面上云的战略 也就是会有更多的系统 会进行原生的转型 这一年我们在做用户上云的支撑工作之外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开始做一些 更进一步的技术外延或者技术探索 这一块就包括服务网格 这个属于比较前沿的技术 目前已经在安心证券内部试裂使用 再包括中间件Path 主要是做原生的中间件产品 像卡布卡 Redis这一类使用量比较大的组件 我们尝试通过operator的方式 进行原生化 再包括Deepass 就是做原生的数据库主件 还有就是安心Path 它是一个应用为中心的一个能力整合 最后就是我们今天中里要说的API网关 首先说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做API网关这个产品 第一点 就是在API网关项目建设之前 安心证券是没有一个统一的网关技术站的 那我们内部使用比较多的是NGX 那还有一些系统会使用到像Spring Cloud Gateway这一类的组件 当然还有一些系统是选择了字眼 第二个就是能力管理 那也是因为技术站不统一的缘故 来实现网关组件的一个统一纳管 第三个是重复造轮子 一些适合放到网关层去做的通用功能 比如说认证 限流 企业转换等等 那现在的状况是各个业务系统需要独立去实现 增加了开发成本 那针对这些痛点 我们对API网关这个组件的诉求 我大致列了一下 主要是下面几个方面 那第一个是原生 它需要与我们安心证券原生的大方向同 产品本身的功能需要对业务侵入性 可以如同基础设施一样 很快地集成到业务系统当中去 第二个是方便统一管理 我们需要将网关组件的部署 监控 报警等统一管理起来 让业务系统能够只关注业务本身 那第三个是高性能 网关组件不能成为性能瓶颈 而且我们需要它具备横向扩展的能力 第四个是易扩展 它能够根据安心内部的需求 做功能定制并且快速集成 第五个是功能丰富 API网关除了提供代理 负载均衡 融端将几些基础能力以外 我们也希望它能集成一些更常用的功能 比如流量治理 安全防护 协议转换 认真健全等等 那基于上面这些诉求 我们对市面上很多的API网关的产品做了调研 最终选中的是 API 6 我这里简单练了一下我们选择API 6的主要原因 第一个是它的高性能 那就券商业务而言 跟其他行业相比 它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 就是业务会有很明确的流量高峰 我们需要网关能够承载起突增的流量 而且不会成为性能瓶颈 那这一块我们对比了几款网关的产品 其中有一些也是基于Operacity技术站的 当然还有一些起拍技术站的产品 那整体对比下来 API 6在性能上是相当于优势的 符合我们对网关性能的要求 那第二个是可扩展性强 API 6通过插件的方式提供的功能是相当丰富的 就我们内部的实践上看 使用最多的是线流 熔断 认证 还有挥度等等 那另外我们内部也做了一些插件字眼 去满足内部的一些用户需求 整体插件开发的流程也很顺畅 那官方提供的插件开发语言也很多 包括Java Go Python等等 最终我们选择的还是使用Lua 对社区保持了一致 那后续我们会考虑将内部的一些字眼插件 贡献到社区 第三个是它兼具运理机和容器云的场景 单纯证券现阶段的情况 虽然应用上云是目前的一个重要战略 但是虚拟部署的应用仍然很多 我们在选择网关产品的时候 需要去考虑对两种形态的应用的一个兼容 那API 6目前在爱情证券的落地 确实也是虚拟场景和容器场景的都有 当然后续肯定更多的还是在容器上的场景 第四个是 是设计活跃 API 6的设计氛围是相当活跃的 对一些问题的响应也非常及时 再一部分我重点讲一下 API 6在安心的落地实践 以及我们做的一些功能扩展 首先说一下API 6在安心的一个应用场景 这里我画了一个很典型的微服务架构的系统 这种架构在原生的场景下也是非常常见的 我们的微服务部属带容器群的环境上 然后通过API网关对外暴露接口并访问 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引入API 6以后 它被我们的系统架构带来了哪些变化 第一我们将认证和健全的这一块的功能 前置到了网关层 认证我们使用的是自然插件CAS 它的功能主要是用来和公司的IM服务器交互 实现单点登录和登出 健全使用的API 6提供的特殊品插件 功能上我们也做了一些扩展 在引入API 6之前 这一块认证和健全的逻辑 其实是要落到每一个微服务内部去的 这样会造成很大的一个重复开发的工作 第二个我们通过API 6实现了流量治理 比较典型的场景就是线流和灰度 这两块功能在引入API 6之前 很多用户系统也会通过NGX来实现 这一块功能 但这一块功能它需要去修改NGX的配置文件 并且需要重启NGX的节点 相比之下的话 通过API 6提供的一些界面化的操作 以及它动态生效的特性 为我们实现流量治理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这里重点说一下灰度 API 6的灰度策略比较灵活 可以通过按比例或者是按照流量特征的灰度 这里的流量特征可以覆盖到请求头 请求参数和cookie等等 在安信证券有一个很典型的场景 需要通过运货ID将部分灰度用户的流量 带移到灰度版本的服务上去 这一块的功能使用API 6就可以很方便的实现 第三个就是应用API 6的可观测插件 在引入API 6之前 要在网关层实现指标 链路还有日子这种多维度的可观测是相当困难的 但是在使用API 6之后 我们只需要开启三个插件 以及几行简单的配置就可以实现了 下面我会就上面的几个场景详细的进行分享 先说认证这一块 CS这个插件是安信证券对API 6做的第一个功能扩展 在API 网关的项目落实初期 我们收到了用户很多的需求 选择CS作为第一个功能扩展 是因为CS是安信内部的一个标准的认证方式 公司内部对接CS的系统是相当多的 也有很多的系统正在进行对接的工作 把认证这一块的功能拿出来放到网关上去做 其实也非常合适 这样我们的商业系统 其实就不需要再去集成CS的SDK 不需要去写各种拦截器 而且公司内部现在也只提供了Java的客户端 其他语言的应用就很难使用上 如果放到网关 用户只需要提供简单的配置 就可以引入CS的功能 完成CS接入 而且它是没有语言限制的 简单说一下什么是CS CS是一种单点登录协议 它的整体逻辑是 对接单点登录的系统 都以一个统一的认证服务器进行交互 以及获取用户信息 同时在一个系统完成登录操作以后 其他对接单点登录的系统 就不需要再重复执行登录操作 安信内部使用的是IAM认证服务 它支持CS协议 CS插件的主体功能就是代替后端应用 去与IAM服务器进行交互 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API6的CS插件实现单点登录的整个流程 首先当一个请求进入到网关以后 在用户没有登录状态的时候 CS插件会引导用户访问IAM的登录接口 也就是login 由于用户没有登录 IM服务器会让描述器从电箱到登录页 那这个时候用户需要去输入他自己的用户名和密码 并提交登录请求 在请求到达IM服务器以后 IM服务器需要去教验用户的登录信息 若用户的用户名和密码信息正确 那IM服务器会保存用户的登录状态 保存一个叫TGT的Cookie 我们叫它大令牌 同时会返回给用户一个Ticket 作为后续获取用户信息的凭证 那用户拿到IM服务器返回的Ticket以后 他需要携带Ticket再次请求网关 那这个时候网关需要帮助用户去完成Ticket的交引工作 网关携带Ticket去请求IM服务器 若IM服务器验证Ticket的正确 那就会把用户的信息返回给网关 在网关拿到用户的信息以后 他第一他需要根据用户的配置 使用户需要的字段 比如用户名或者用户ID 加到客户端请求的请求头上 携带到上游应用 第二他会生成一个Session 用来保存用户的动作状态 同时在返回上游响应时 给浏览器设置一个包含SessionID的Cookie 那这样当浏览器再次请求网关的时候 网关便可以通过SessionID找到对应的Session 获取到用户信息 在之后的交互就不需要再去访问IM服务器了 另外说一下目前这一版的CS插件我们提供了两种 Session保存方式 分别是本地保存和Redis保存 那Redis保存用户Session 可以很好的实现多个网关节点之间的一个状态共享 不过因为引入新的组件 整个功能会比较重 那另外一种Session保存在网关节点本地 这种方式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Session无法在多个节点之间实现共享 但是IM登陆方式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是IM服务器会在浏览器设置一个叫TGT的Cookie 那即使用户在模式请求被转发到了一个没有Session的网关节点 那在被网关引导到IM登陆时 它也不需要用户再去填写用户名和密码 而是直接到IM服务器去获取到Ticket 整体上是不需要用户再有进一步的操作的 最终使用的效果是 机群内的网关节点都会保存一份用户策刑 那说完了单点登陆的流程 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CS的接入流程上 对上有服务是完全透明的 所有与IM的交互都有网关来完成 同时网关可以将获取到的用户信息 携带到上有服务 那这样在网关获取到用户信息以后 我们还可以通过另外一款插件 做进一步的健全操作 这款插件就是我们后面会介绍的CASPIN 那APS6的CASPIN插件 使用的是CASPIN这个开源矿文工的框架 先说一下CASPIN框架 CASPIN框架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全线模型 包括ACL、RBSA、ADC等等 而要实现这些模型 用户要提供的只有两个文件 第一个是MOD文件 第一个是Palace文件 MOD文件它定的是防御控制模型 Palace文件保存的是用户前线的一些配置 另外CASPIN框架提供了很多语言的SDK 和多种外部的Palace存储 比如CSV的文件存储 数据库存储 还有Redis存储等等 那APS6的CASPIN插件 目前只做了RBSA这一种模型 它使用的是Lua版本的SDK 那Palace存储 现在支持的有CSV文件存储 另外它支持APS6的插件配置 和MetaData两种配置方式来存储Palace 它目前对外置存储 比如数据库和Redis还不支持 我们先看一下CASPIN插件 目前支持的RBSA模型 RBSA模型 主要是定义用户和角色的关联关系 以及角色的资源的操作权限 当用户请求到达网关时 CASPIN插件根据用户查找到用户角色 再根据用户角色判断资源权限 这种模型使用CASPIN的定义 可以看下面这一段代码 在CASPIN的访问控制模型里 我们可以用简单的讲语言来描述RBAC的模型 那第一块就是Request 它定义的是请求参数 包括Sub,Object,Act 分别是访问实体,访问资源 以及访问方法 就是谁通过什么方式想要访问什么资源 那第二个是Palacy 它定义的是策略参数 它的参数与请求参数其实一对应的 它定义的是谁可以通过什么方式 访问什么资源 第三个是角色 那角色参数包括谁拥有什么角色 第四个是它的一个Palacy Effect 也就是它的决策规则 确定什么情况表示健全成功 那我们这一行的逻辑是 任意一条策略匹配 我们即认定它健全成功 第四个是 第五个是Mature 也就是匹配器 它定义的是策略规则如何与访问请求进行匹配 那我们这一行的逻辑是 请求的实体和策略的实体 定义相同的角色 我们就认为他们是匹配的 那定义好访问控制模型以后 我们提供对应的Palacy文件 定义好用户与角色的对应关系 角色对资源的权限 比如我们定义Alice是一个Admin角色 同时定义Admin角色对 API-Meta-Create这个接口 具有POST的访问权限 那我们在请求网关的时候 我们需要写的参数 也就是Alice 以及API的路径 还有它的访问方法 POST 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健全成功 那CASPIN插件在安心证券 落地时间中 会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 就是我们会有域 也就是Domain的概念 场景大概是 我们比如我们安心内部的 某个项目管理系统 它定义的角色 只在某一个项目内部的生效 比如我们在项目 比如一个用户在项目A内 具有管理员的角色 它可以执行项目A内的数据的 创建 删除 以及回滚等等操作 但是它在项目B内 可能只具备一个观察者的角色 那它可能仅仅是 进行数据的查询操作 而不能执行任何的 创建或删除的操作 那这里的项目 就充当了RVAC里面 Domain的角色 我们在定义一个角色时 都需要指定这个角色 是在哪个Domain里面生效的 相应的CASPIN的防控控制模型 我们也要进行相应的修改 在定义 请求 策略 还有角色的时候 都要带上Domain 那为了适配这种场景 我们对APISX的CASPIN插件 进行了修改 不过因为插件依赖的RVAC 是支持RVAC with Domains的 所以我们只需要 调用RVAC对应的接口 就可以实现 整体代码改动是有限的 那后续在CASPIN这个插件上 我们会更多的考虑去支持 如数据库和Redis这种外置存储 来应对策略文件比较大的场景 那第三个场景 可观测 APISX提供了指标 链路 支持这种多维度的一个监控 并且都仅仅需要几行简单的配置 就可以启动 那对用户来说就相当友好 比如指标监控 在启动Promicius插件以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包括请求延时 带宽 HDP状态码 这种比较重要的指标 这些指标在排查问题的时候有很大的意义 但是拿了这些指标以后我们还可以做进一步的异常告警等等 那再比如链路最终 在启动Skywalking以后 如果上游应用同时也已经接入了Skywalking 那我们就可以获取了整个完整的调用链路 还有日志采集 我们后面准备更多的去挖掘这一块的价值 我们将Access日志推送到卡布卡 就可以很方便的对请求日志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得到更多有用的统计数据 接下来说一下我们后续的API网管的规划 那第一个是关于多住户的场景 也就是独立集群和共享集群的问题 很多企业在去落地API网管的时候 可能更多的就是规划一个大集群 让用户去接入使用 而不需要去单独部署 那这样系统可以由专业团队去运位 业务系统仅仅就只需要去使用就好了 那这样对统一管理是很有帮助的 但是在安信落地API 6的时候 第一步做的是独立集群 那我们是每个系统都会有自己的网关集群 并且刹死到自己的系统架构里面 那为什么最开始要使用这种模式呢 主要原因是为了控制故障风险 以及用户信息的隔离 API 6目前的架构 数据面的数据它都来自ETCD 那虽然数据原相同 但是数据面拉起了数据 是以集群做了分割的 那么按独立集群分割要务系统 就能保障系统的数据面里持有它自己的配置 能一定程度上防范一些不当配置带来的风险 不过后续我们会规划共享其群 来实现资源的统一管理 提升运位效率 但对接入系统会有一定的把控 不会让所有的系统都走共享其群的路子 第二个说一下API市场 那API市场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把API作为一个可对外提供的商品一样 提供给用户 那在企业内部 很多中台系统会提供一些公共接口 公共接入的业务系统调用 比如日制平台 监控平台 告知平台 数据中心的等等的一些对外接口 那这些接口其实很适合交给API网关区的管理 其余是对这些公共的API 通过统一的方式 对用户提供 可以起到一定的统一管理的效果 那另外在引入网关层以后 我们可以在网关层加入一些API治理的逻辑 比如我们可以加入认证 健全以及流量控制的 那第三个是流量大盘 API6提供了一款日制插件 叫Kavka Logger 那这个插件 可以帮我们把网关的access日制 推送到Kavka access日制里面包含的信息是相当丰富的 这些日制汇聚到Kavka以后 我们可以对数据进行进一步的清洗 格式化和统计 来得到更多有用的统计数据 比如我们可以得到调用量 异常请求和请求延时的topn 或者我们可以得到状态码的分布 客户端IP的分布 流量统计 流量风骨分布 还有异常流量识别等等 这一块对扩展可观测的能力来说是意义重大的 最后就是我们说就是前面也提到过的 我们有在持续关注API-6 Ingress 还有API-6 Service Mesh的动态 也希望后面在这些方面能和API-6有更多的合作 那我今天整个分享就是上面这些内容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